后悔没继续当汉奸 我现在反倒轻松了 怎么都是死 这么死 我心里踏实 绑好了吧 绑好了 这下 好了 我们算是 一根上上的蚂蚱了 我现在就是死 我刘世明也是个英雄 一 二 跳 咱们一起开枪 我跟你一起死 我可以死 我死了 于鹏城也得死 我们的军队照样可以攻克昌德 你死了呢 你死了谁去救于鹏城 靠你身边那个懦夫吗 放下 放下 放下枪的是你 你以为你还有回头路吗 你做了一天的狗就一辈子都是狗 他们是在利用你 一旦战争结束 他们就会审判你 绞死你 你只有跟着我才有活动 何平安 你就不怕刘世明打死你 他不会 一个卖过国的人你也相信 一个卖过国的人 还可以改些规证 如果不信他 我信什么人 刘世明 我知道你在犹豫 你在犹豫是帮我还是帮他 你别再犹豫了 唐德很快就会破了 刘世明 到时候成绩的人没有人能活着 做中国人你只有死路一条 刘世明 你杀了他 你杀了他 我给你一个大和民族的姓氏 让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日本人 杀了他 我只有打一枪的机会 而且我的枪法不是很准 你决定 尽管开枪 他跑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怎么做 刚才我们用枪互相顶着的时候 你往上看了两眼 所以 我要是打不中呢 我们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你 同生共死 同生共死 李铮丑 李铮丑 快点沉降吧 猴子你只会被炸死 串死 好 他没有开枪 快 护士让禁闭尸 快 快 中央银行打不通电话 一定是出事了 中央银行 那里面的人都去前线了 当然打不通了 不可能 中央银行是指挥部 即使有再紧急的情况 那里一定要有人坚守 现在打不通电话 一定是出问题了 何平安到现在也没有回信 何平安是汉奸 日本人的走狗 他现在肯定在城里面偷着乐呢 只要破了城啊 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他根本就不是汉奸 他是英雄 英雄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想着那个何平安哪 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汉奸 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多少兄弟让他害死了 那都是假的 假的 你去 把所有的警察都集成到院子里 不要训话 好吧 还是想着什么 我还有没有 是 很快 我找我 那你去冒险的 那我去冒险的 好 你去冒险的那你去今次 一天 活的人越多 养集又越少 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 师祖 我们先走一步了 住手 一会儿冲出去 你们还得给我挡子弹 谁都不能死 都不能死 你们都怕死吗 当然 其实每一个人都怕死 我认识一个人 他比你们都更怕死 这个人你们也知道 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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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汉奸 我们跟他不一样 我们虽然怕死 但我们不做汉奸 对 我不做汉奸 谁说他是汉奸的 他不是 他之所以会怕死 是因为他有一个儿子 这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是他的战友临死前 我们托付给他 要他来照顾 他还有个妻子 就是我 他为了能够揭穿 日本人的真面目 假扮汉奸 明明是个英雄 却要背起千古骂名 所以他心里不甘心 他不能死 不想死 也舍不得死 所以我说 他比你们任何一个人 都更怕死 可他现在 混进了日本人内部 随时随地都会没命 此时此刻 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活着 如果我的推断没有错 日本人已经攻进了中央银行 现在唐德所有的兵力 都在城墙上 城里能够开枪的 只剩下你们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跟着我 杀进中央银行 如果日本人攻进了中央银行 这一区就会死 你们大家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会牺牲 当然 你们可以选择不去 不过我还是想拜托大家 我不说那些民族大义的话 我不说那些民族大义的话 因为我只是一个女人 我想求大家 救救我的丈夫 不可爱 这些人 不可爱 不可爱 对 这个人 不可爱 是